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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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人 七个人都有背景 这个案子 绝不比当年我祖师爷来俊臣 办的南山镇徐童园一案小啊 对 你真不愧是高手啊 佩服 佩服 佩服啊 杜伯伯 是刘公子啊 杜萍在吗 刘公子 你不要再找杜萍到茶楼里去喝茶了 为什么呀 难道你没有闻到那茶里有血腥味吗 杜伯伯 你是说那五个女人秋后问斩的是吧 再与此事纠缠下去 你们就快喝到自己的血了 杜伯伯 算是老夫求你了 刘公子 以后你不要再叫杜萍到茶楼里去喝茶 也不要再搞什么万民疏了 好汉 不吃眼前亏 杜伯伯 我 走走走走 走吧 走吧 请自重 请自重 杜伯伯 自重 杜伯伯 你要是真的想 杜伯伯 杜伯伯 他说要我早点准备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 准备些什么 天知道该怎么准备 他还让我到六角亭去迎驾 迎驾 他以为他是谁啊 皇上 可不是 不理他 他想祭祀就祭祀吧 你好像有心事啊 是我爹 不说了 说到伯父伯母 我想应该去伺候伺候他们 你应该去 你知道我妈很喜欢你的 可是我爹非讲究什么 门当户对的 现在我们家 就剩下一个空壳子了 他还硬撑着 他就是一个老糊涂 行了 别说你父亲了 父母把我们养大也不容易 嗯 你不用担心 我早晚会有把台大脚 把你抬回我们家的 除非我们一起上天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们是上天下地 我都决不害怕 说到上天下地 那天 我在香竹殿遇到怪事以后 这些天 我老是觉得哥哥在我左右 就像昨天 有两个人把我推来推去的 我感觉 其中有一个就是哥哥 可是另一个是谁 可能是妖 妖 昨天晚上又死了一个人 尸体七零八岁 我都要看看王大人 是怎么断案如生的 你哥哥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是完了 什么完了 我昨天晚上见到你哥哥了 就在我去你那之前 他变了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忠愧兄了 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变得和我爹一样的胆小怕事 他说他的死是无奈是逃避 他以前的好情装置全都不见了 是啊 他是没了 他都已经死了 还有什么好情装置 你也这么想 事实本来就如此 那我们在这做什么呢 我们给他立墓碑 我们为他鸣不平 不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了吧 我们给哥哥上上香 祭祀祭祀 我相信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除此之外 还能有什么 难道他就白死了吗 对我来说 他就是白死了 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 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说有意义 他就是前车之进 杜兄 忠离姑娘 刘兄 来来来 先坐 刘兄 上南下南联系得怎么样了 联系了 上南城有一百多个书生 愿意在万民书上签字 真的 太好了 你们聊吧 我先失陪了 刘兄 你怎么不高兴了 为什么不说话 那这样 喝完这杯茶 你陪我上南下南走一趟 杜兄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大理副平之 王敬大人驾到 什么人如此大胆 见了平之大人 还不驾归赢驾 还有你 还有你 大胆 靠拿你 放肆 退下 是 这位是杜平 杜平见过县龙大人 放肆 我们大人以升职为大理四平直 这位是刘雨昕的后人 刘厅 刘厅 刘厅见过县龙大人 免礼 谢过大人 中南山真是一块福地 人才济济 哈 二位公子有所不知 历不 因本官断案如神 连破无奇命案 经皇上恩准 明日 本官将赴长安大理寺任职 所以今日 特意来调研 钟馗天师 那杜平 嗯 带钟馗兄 谢过大人 怎么不见钟离姑娘 传唤钟离 大人有请 钟离接驾 来 掌柜的 来了来了 我来了 来了来了 听说你们店里有鬼 我今天特地来抓鬼的 鬼呢 这鬼啊 见了大哥这个块啊 躲起来了 好好 说得好 掌柜的 苏大哥里出了命案 你的生意 反而活起来了嘛 是啊 是啊 却冲着女鬼来的 来 来来来 喝喝喝喝喝 哼 真邪名啊 哎 三弟 这儿还有比你更好色的啊 色你个头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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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想什么呢大哥 我在想 山怪一日不出 南山镇就休想有好日子了 大哥说得是 二哥 别老想得占我便宜 来来来来 在脑子里给妖怪留个地盘 赶紧想想有什么 想要除魔的好办法 是啊 我在想 这山怪的老巢被毁了 他只有回到山里的丛林了 大哥 我有个笨办法 就是把中南山的丛林给搜个遍 哼 还真是个笨办法 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两样啊 当然了 还有个巧办法 是吗 就是在四字头上动脑筋 四字头上动脑筋 说来听听 你们干什么 你们笑什么 你二哥要放回你的强项了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哎 这下你说错了 这回他狗嘴里啊 还真是吐出象牙来了 而且还是个好主意啊 哈哈哈哈 什么主意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是这一恨空离去 留下家人 水与渴 人事不测 多坎坷 壮志未愁 化猴吐 钟离姑娘 钟魁生前 是本官的署名 他的不幸 也是本官的不幸 都怪本官 当时公务太忙 如果是本官 亲自陪他去上朝殿氏 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 是我哥哥性格所致 与大人无关 往事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钟离姑娘 你一定要节哀顺别 谢大人 大人 请这边用茶吧 好 好 请 大人慢用 多谢钟离姑娘 杜平兄 本官听到一些谣传 说南山镇对本官断爱 这儿颇有意义 我想二位也是南山镇的文人 想必一定知道些什么 能不能今天趁这个机会 跟我说一些 好 二位千万不要介意 咱们就当是 喝茶聊天 行 喝茶 嗯 四位有钱的捧个前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多谢各位了 谢谢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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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谢 谢谢 多谢 谢谢 多谢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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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你真厉害 我都快成肉渣了 水都快没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看 这就是个馊主意 什么好的主意 三弟 你想 没了水之后 剩下什么呀 全是血呀 你浑身散发这血腥味 正合腰鬼那一口啊 我死你 你腰鬼都被我带出去了 就这一口啊 干了它都不来 大妹子 上点银子 大妹子 是他比较向妖呢 还是我比较向妖呢 想迎我上钩 忠愧哥哥 你还愣了点 大胆 忠愧哥哥 我说过了 你还不够厉害 除非你杀了你的妹妹 你卑鄙无耻 那是我的法宝啊 你说 你想怎么样 你退 我就撤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碰我妹妹云香 我一定会收了你 她现在是我的保护伞 我不但会碰她 我还会帮她呢 后会有期了 大人 杜萍说的是笑话吗 我笑的是 你们二位太太剧本官了 一个南山镇的县令 一个五条人命的案子 竟然要撼动大理寺 还要撼动朝廷 你们不觉得 有点言过其实吗 大人 人命关天的是 一条人命可以撼动圣仓 大人怎么能说是 言过其实呢 大人 你以证据断案事实 可是你若明智 你的朱笔也是下不去的 那如果说 要是你是县令 你怎么办 我会积压再审 大人 五个女人犯同样的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大人 我觉得 这个案子 很有可能是 妖孽所为 想过 本官怎么没想过 妖孽 不说二位 你们谁见过妖孽 大人 这桌上的水不滴漏 咱们解释 有问题吗 大人 我见过钟魁 钟魁 这么说 你觉得钟魁他是妖孽 虽然他人一死 但是他能够阴阳两界相通 这就说明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妖魔鬼怪 大人 好了好了 我觉得我们之间 就不要谈什么妖魔鬼怪 免得吓到钟离姑娘 啊 唉呀 有劳钟离姑娘啊 我觉得钟离姑娘 有必要暂时先离开这个南山镇 应该随我 一起去长安 长安 对 我觉得你现在 就是应该换个环境 啊 本官是一定有办法在长安 为钟离姑娘安排好一切的 等过一段时间心情好了 我们才另行商议 怎么样 多谢大人 钟离是一介名女 怎么敢叨扰大人呢 是啊大人 钟魁兄生前和大人没有什么来往 大人如今高升之际 还能来平调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 哪还敢再麻烦大人呢 谈不上麻烦 这怎么能谈得上麻烦呢 大人的心意 钟离心灵了 不用客气 钟离姑娘 本官实在是不放心了 大人不必费心 虽然我是女流之辈 但我也是略有胆识的人 再怎么说 我也是钟魁的妹妹 不需要别人操心 大人 您放心吧 这里还有我杜萍在 谢谢 杜公子 不知道你听过这样一句话 水往低处流 远往高处走 我知道 你家是有那么几分博田 可是给钟魁造木 又卖掉了不少 现在 应该是所剩无几了吧 本官担心的是 你连自己虎口都是个问题 你怎么照顾得来 钟离姑娘 啊 本官知道你们是以兄妹相成 但是 像钟离姑娘这么天生励志 应该倍加呵护 怎么能够 管以兄妹之称而挡住 嫦娥奔月之路呢 大人 钟离不是嫦娥 长安也不是广寒宫 你说累了吧 来 请喝茶吧 好 谢谢 这钟离姑娘真是直帅的可爱 可爱啊 我带我哥谢谢你了 你请回吧 好吧 那就 后会有期 你去 把杜平交来 遵命 杜平 你过来 大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提醒你 有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做 还要看你的命理 担得住还是担不住 大人 您还是明示吧 以前在公堂上呢 我是见过你的 只是咱们两个相交甚浅 不是甚浅 是根本没有 那么经过今天 我们一席深谈 我对公子又有了深一步的了解 好多事情还是请公子好好掂量掂量 不要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了 令尊说 公子的前途在长安 而不在茶楼 更不在你写的什么万民书 要想弹劾王静 该去填试卷 金榜提名 本官是善意的提醒 希望公子三思啊 走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 他没说什么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你骗不了我 他要真这么说 用得着这么笑吗 不管他怎么说 放心 有我在你身边 好 我们生死同归 生死同归 你们两个夫妻会 对 那我呢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名不与官斗啊 你说什么 刘公子 那你们聊吧 刘兄 你刚才的话是 我说 你爹的话 他怎么知道啊 是啊 我也奇怪 他们怎么会对我们的事情 一清二楚呢 现在看来 的确是那么回事 这样 我们去夏南走一趟 走 你自己去吧 我退出了 你怎么了 明知山有虎 对啊 偏向虎山行啊 那是你 你是中回的追随者 我不是 杜兄 再见 刘兄 你怎么回事 是谁啊 快点 放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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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棄我 不知道 杜萍 我们成亲吧 成亲 你知不知道 那个姓王的是什么意思 他是司马昭之姓 只要成了亲 我们俩就忙着严顺了 我同意 你不怕吗 我不怕 放心 时代不一样 我是杜瓶 不是徐东元 对了 刘家公子怎么了 他突然退出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长安 放心吧 我会带你一起走 我带你来 忠先生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回来了 大人 他们三个 三个单身男人 有问题呢 什么叫有问题 说你有问题 没问题也有问题 是是是 说你没问题 有问题也没问题了 钱是大人说了算 钱在大人手上嘛 大人辛苦了 小得给大人准备点茶水钱 行吗呢 做买卖的吗 这个 是买卖人 做什么买卖的 小的没问呢 哦 他是杀人犯你也敢留他住啊 出事要连做 你不想活了 是是是那是 给我看筋点 有什么情况 马上到衙门给我报告去 是是 坐好 坐好 弄得我一身臭汗 还说什么好主意呢 连妖怪的影子都没见着 你没见着 我见着了 还和他交了手呢 那你抓到他了吧 没有 怎么 那妖怪又光着身子啊 他这次啊 不单是光着身子 还想打我妹妹的主意 那这招 不是比光着身子更厉害了吗 那不完了 真是岂有此理 被他知道了我的弱点 以后只怕他更会肆无忌惮 大哥 这妖怪不会是想用你妹妹来威胁你吧 不过是拿我妹妹来威胁我 还关系到杜萍 我要是杀了他 那五个女人的杀人命案 就没法查到真相 还有 杜萍诽谤朝廷命官的罪 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我知道是这样 钟离姑娘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要干吗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这南山镇的铁嘴媒婆顶呱呱 对不起 我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我不要紧 知道我的来意就行了 那你来是什么意思啊 我呀是来替人说媒的 说媒 对呀 你们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搬走 我是不会要的 哎呀 这门亲事啊 就是烧高香都烧不来的 你还不要 我告诉你啊 这是朝廷命官王静王大人下的聘礼 杜伯伯 杜伯伯 是钟离姑娘啊 哎 你这么慌里慌张的 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杜伯伯 有人上门提心了 哦 怪不得老夫听到有唢呐声啊 肯定是大户人家了 好啊 你说什么 好 你孤苦伶仃一个人 早点嫁出去 嫁到大户人家 不好吗 不好 不好 那你 你来找杜萍干什么 我是想让他帮我 把彩礼退回去 帮你退回彩礼 关 关他什么事啊 哎呀 众离姑娘 什么事啊 都可以帮忙 这退礼之事 不行不行 杜伯伯 这 众离姑娘 瞧你 哎 怪可怜的 这都是你哥给闹的 好好的撞元郎不当 偏要去寻死 他倒死得痛快 撇下你一个人 哎 还有我们家杜萍 为他置目立悲 还蹲了半年的大牢 这人要是蹲了大牢 他这一辈子就有了污点 前程 也就算是给毁了 众离姑娘 众离姑娘 老伯知道你是好姑娘 老伯劝你 哎 劝你今后 别再和杜萍来往了 不 不不 这 这不 是什么意思啊 杜伯伯 我先走了 哎哎 众离 你别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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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怎么了 我肚子疼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哎不要提了 我是来追我男人的 你男人 他人呢 他跟着杜萍走了 啊 谁 杜萍 嫁人呢 不要嫁这样的男人 他们脑子里只有朝廷 没有老婆 哎 你没事吧 我意思是说 你男人是做官的 官 哎 是官 我还愁什么呀 他就是个小小的芝麻官 我也心满意足了 可是他什么都不是 他跟那个杜萍啊 还要提着脑袋瓜子 去跟当官的作对 哎呀 我 姑娘 你还没嫁人吧 没有 记住了 这找人哪 千万别找那些 心比天高 身比地矮的男人 找了他们呀 你以后就要准备 挨恶受冻 提心吊胆 当寡妇啦 我刚嫁给他那会儿 也不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想明白了 来不及了 对了 嫂子 你知不知道 杜萍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你不会是探子吧 我叫钟离 你是 你是钟葵的妹妹啊 是啊 嫂子 一会儿 是媒婆 一会儿又是孕妇 看你出神乳化的 本事这么大人 哎 你说你弄死个乞丐干什么 弄得衙门离臭烘烘的 尊魁不是来除妖的吗 我是故意杀给他看的呀 这回 有别于前面的案子吗 倒是摆了个迷魂阵 原来 人心如兽 你跟我们腰里没什么两样 我才不像你 我还不是让你逼的 逼的 我看你是郑重下怀 哎呀啊啊啊啊 好 这啊啊 哎呀 这真是太残忍了 真是个妖魔 大人 那个刘廷他招了吧 能过我这一关的人 还没生出来呢 哦 别闹 嗯 什么 啊 没什么 我是说你接下来 想要怎么做啊 有了这份供词 那就可以立案了 立案 归刑不管 哦 怎么 大人有想法 我的想法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当然 大人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遵命 温兄 刘兄他失踪了 失踪了 对 他说他要退出 温兄 我们俩去找过他 几次到他家去找 都没找到他 不会他 你看刘兄身上的玉佩 这是我在山道上捡到的 你说这事奇怪吗 这啥别喝了 我们去下南走一趟怎么样 好好走 赶紧吧 杜平 妹子 我有话跟你说 妹子你听我说 刘公子出事了 我和温兄他们去下南走一趟 你呢在家收拾行李 我一回来我们就去长安 不平 你听我 赶紧去收拾一下 我感觉 杨门现在好像对我们动手了 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 走吧 走走 小心哪 别动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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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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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道真还挺有意思的 大哥长得像我以前的山代王 二哥呢 像城隍庙里的庙筑 我看你也挺有意思 腿短胳膊长 和黑星星近亲啊 你们奈何不了我 叫我老娘吗 你玩够了没有啊 要不就是担心 要不就是怕 我们当然奈何不了他了 难道真要我六亲不认 大哥 如果不是事关杜萍 不是事关你妹妹 你还会这么为难吗 三弟 大哥有私心 是 如果你说我这么做是私心的话 我承认 你看 这个也正常吧 承认窝囊也正常 三弟啊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吧 不能 我是仰慕大哥才来的 大哥在我心里就是神 大哥 如果你真的怪我这么说话 我只有说对不起 我现在就离开 三弟 我们抓你来 别动 好 你们几个都别动啊 别动啊 坐好了 这月灰风高的时候啊 不能做怪事说怪话 你要是一说怪话一做怪事呢 这妖怪就会显灵 是吧 三弟 我做什么怪事 说什么怪话了 拿大饼啊 说什么呢 不许说话 反了你了 三弟 是人是神都有窝囊的时候啊 只图一时痛快 你就体会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痛快 就你啊 吃了爆老了你 再来啊 我 行了 别自讨苦吃了 不要自讨苦吃了 走 走 就是啊 非之明明是打他 克尔光全怪到自己脸上了 误会啊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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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误会啊 来快松绑 松绑 是 是 哎 误会 误会 错过的恋情 飘零 任风去打听 我跌入回忆的神经 一句句的叮咛 一段段的曾经 你想拌满的酒瓶 我还在未许 难以遇传来 呼吸 再惨谁的心 他画面不舍的梦境 一夜夜的风景 一暮暮的恋情 原来那过去 还是跟我跟痕迹 轮浮身坐看浮云 你曾如此的用心 付出很安静 却泪湿一惊 那藏天要看苍蝇 我俯视你的表情 是如何牵动我命运 我终于喊多顶 将誓言涌盈 等你的决定 等一件美好的事情 等一切云南风 轻合你会看到我的勇心 等待是因为我相信 我终于喊多顶 将誓言涌盈 等你的决定 等一种甜蜜的回忆 等北方的湖不再结底 你会发现我热情 等爱情若永无知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